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总是受到观众朋友的喜爱 说是最大赢家是因为他所参演的多部影视作品轮番上映 人物形象不是一成不变 而是在不断地发生变化 而不同的人物形象也让观众直呼过瘾 细数现在正罢评的电视剧几乎都有他的身影 踏着圣诞节播出的电视剧版风生 他饰演吴志国 身着军服 表情冷漠 一双眼睛充斥着狠力 散发出生人物尽的强烈气息 追名花旦刘诗诗和妮妮出演的电视剧《流金岁月》 在满是姐妹感情的剧中 他饰演过万花不沾身的海龟王永正 在剧的最后也抱得美人龟 成为了剧中的最大赢家 在第一个警察节前夕张子怡首部电视剧《上阳副》上映 他在剧中饰演三皇子子弹和女主是青梅竹马 但是面对庞大不容动摇的士族 两人的感情注定没有结果 虽然上映的先后时间比较接近 但这可不是他亚戏的作品 除了《流金岁月》在去年年终杀青 其他两部分别在2017和2018年拍摄 杨又宁在现在的流量时代 知名度并不算高 大概是这一款男人不符合新时代的审美 大多数观众都是只闻其名 不见其人 然而你若是看过近几年出现的爆款影视剧 就一定对它不陌生 步步精品的影视作品 让杨又宁也获得了一定的知名度 逐渐走入大众的眼中 但是说起影视作品 就少不得要提到演员在剧中的表现 这部就在上阳副中 他就因为头大和半相丑 受到广大网友的诅咒和谩骂 其实在播出都挺好之前 杨又宁也因为台湾枪一度被吐槽出戏 说起来最先知道杨又宁是在唐嫣和刘恺威主演的电视剧 《千金女贼》中 他饰演的是一个才华横溢 风度翩翩的富家公子 但是总是无法将他带入到真正的人设里去 现在想来大概是天生的硬件条件 不足以担当大任吧 但拍摄大尾卢蛮时 有一场他被小混混群殴的戏 为了带给观众更好的观感 他亲自上阵 结果却因为场面过于混乱 他被打到嘴唇出血 到医院缝了好几针 他曾因身材而被广大网友寄予 尽管与彭于燕搭戏 仍不能消退网友的喜爱 都挺好时被摇沉摸 发布会上让陈叶涵摸 综艺节目中小S还表示 他适合半裸做饭 但是你可别误会 这个男人并不是只有 引以为傲的身材 他的厨艺则更加精湛 在花哨中亲自前往菜市场 挑选食材 在众人还未醒时 和张若云一起做早饭 借五花肉熟练的刀工 不仅吸引了景博然的目光 就连屏幕前的小伙伴 都激动不已 其实他出身于厨艺世家 学习的也是餐饮专业 所以能够烧得一手好菜 自然不在话下 厨艺滑板 射击攀岩 许多运动项目 他都能够熟练掌握 并且出类拔萃 不过十八般武艺 样样精通的杨又宁 在感情方面并不十分擅长 在他官宣妻子的热搜下 郭彩杰赫然在列 他们曾是恋人 2011年同处于事业上生气的两人 因为向前走 向爱走 结识 戏里戏外互动很多 暧昧新闻也接连不断 在一次参加彩排节目时 杨又宁亲了郭彩杰一下 但郭没拒绝 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两人在网友的传闻声中 开始低调的撒狗粮 杨又宁的社交平台上 总会有郭彩杰的身影 郭彩杰的社交平台上 也总是会出现杨又宁的身影 不过始终都有贴纸挡着脸 在一次合体的发布会上 两人将亲密互动重现 郭彩杰笑得天花乱坠 他表示 我觉得一切就顺其自然 但是相爱的他们 却不能相守 同为演员 同处于事业上升期 他们总是各自出差 在剧组的漫长日子里 两个人都很少有机会在一起 长期的两地相隔 两人自然很少有时间 真正的浪漫一次 唯一让郭彩杰记忆深刻的事情 是在他的一次生日 两个人约定要去一个 有时差的地方 因为这样 两个人的相处时间 就可以拉长 这一次 他们相处了48个小时 也是郭彩杰最美好的回忆 然而好景不长 郭彩杰在2015年3月 发布了一条 祝福的分手宣言 隔天杨又宁转发微博 并写下感谢关心的回应文案 一个满怀祝福 一个感谢陪伴 字里行间透露出异地恋的艰难 在这之后 两人开始减少同台的机会 媒体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无论在哪个人的发布会上 总是会提问感情的事情 两人虽然没有直接回应 但语气的表现 却透出心酸 两人到底分没分手 这个答案直到 大尾卢曼发布会 才露出端倪 这是热恋的 他们拍摄的电影 然而发布会上 两人却分别 站在最远的两端 再次被问到爱情 郭面带苦笑 看向杨 而杨笑着表示 没有不好 非常珍惜 八个字算是 对这一段感情做出的总结 往后的日子里 两个人再也没有一起出现 郭彩杰最后一次提到 杨又宁 是在两人的电影上映之后 或许为了避嫌 杨又宁并没有出现 避免不了问题 郭彩杰表示 他们的故事就像电影 也只是好朋友 分开后 郭彩杰在不断的拍戏 感情戏接连不断 但她却不再提及爱情 之后 杨又宁的故事 观众也都了解 官宣了密恋三年的女友 生下了两人的孩子 真的要说 她有什么魅力 大概是因为 杨又宁的真实吧 或许 她所给予的 全部都是真的 无论是爱情 还是事业 不管怎样 她都有自身的魅力所在啊 一个演员 在别的节目和剧本里 加了分 又在另外的剧情里 被减分 杨又宁还是那个杨又宁 只是打开的方式不同 才有了截然相反的结果 上阳副里的白月光 在原著中是个翩翩公子的形象 充满男性赫尔蒙的杨又宁 是演不来这种谦谦君子的 不要说什么 优秀的演员就能演绎一切角色 四十多岁的张子怡 演技再好 出演十几岁的姑娘 也会被吐槽 所以很多时候 不是演员挑角色 而是角色挑演员 风生电影版 李彬彬和周迅在影坛上的地位 还有前辈张寒宇的男子气概 在剧版想要超越难度太大 而流经岁月里的陈道明 那更是演员的天花板 难以逾越的封碑 突破局限性 是不少演员追求的梦想 但是成功者寥寥无几 曾经的静东 无论是在我的前半生 还是在欢乐送礼 出演高富帅有如神助 结果听信了部分观众的言论 不甘只出演同一类型的角色 敢演如果岁月可回头 从霸道总裁切换成了 中年危机油腻老男人的形象 不仅没有拓宽戏路 反而颠覆了人设 进退两难 对杨佑宁来说 这是个活生生的例子 三部戏都被吐槽的这么厉害 演技方面需要加强 这固然是客观的鞭策 但综合因素有很多 其实它完全有另外一种发展路线 它的线条硬朗 风格在当下这个市场中 也是独树一致 很有辨识度 它只要去掉过重的台剧风味 再配以契合度很高的角色和剧本 多演几部 持续大热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有记得《寒战2》中 为了不连累兄弟 毅然决然把自己置之死地的他 演员和角色互相成就 个人魅力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有些人戏路很宽 正具丑角皆能演 但这样的演员毕竟少数 像陈道明和王志文 唐国强和张峰义等人 都是特定角色的必选演员 这就是一个演员的戏路 和他固定发展的路线 杨又宁在去年9月9号 官宣自己和妻子Melinda结婚 两人穿着情侣装 或是手牵手 或是抱在一起 很是甜蜜 当时的Melinda已经怀有身孕 肚子突出明显 所以是凤子成婚 堪称双喜临门 同年12月7号 杨又宁晒照 分享女儿出生的喜悦 还调侃称 女孩你怎么了 安娜脸颊肉乎乎 抿着嘴巴 看起来很好捏的样子 初为人妇的杨又宁 并没有当甩手掌柜 而是帮妻子分担很多事情 照顾女儿很是贴心周到 前阵子夫妻俩 为女儿办了满月宴 曝光了女儿的可爱四连拍 暂时看不出来长得更像谁 最重要的是宝宝健康平安 杨又宁是一个好父亲 好丈夫 也是一位好演员 演技在线 杨又宁身上是有基础 也有特质的 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发展路线 打开方式正确了 昔日的杨又宁还会回来的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如果您对本期视频有何感想或建议 欢迎在下方留言 如果喜欢本频道 别忘了点击订阅 下期视频我们再会